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了 如何定义名字空间 对不对 包括定义子名字空间 这节课咱们来看一些细节的应用 来我们还继续守事 这是前面咱们定义的子名字空间 看一下 在同一个文件中定义多个名字空间 怎么玩 对吧 其实是不提倡在同一个文件中定义多个名字空间的 一般定义一个就行 比如说 先看一下这样的代码 比如说这话我们定义了一个妹子 漂亮 这样的前缀 对不对 带子名字空间的就是双层的 对不对 当然你双层就20层都可以 对吧 当然那就是目标层次太深了 优用起来也比较麻烦 对不对 所以层次也不太深 控制在四五层一里就够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这里边 namespace 再写一套代码 假设上面写个 哈喽 后面写个 写个 WRD 哈喽 World 对吧 那写两个名字空间 那下面的代码 该怎么用 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吧 下面代码就会出错 看到了吗 错在什么地方了 他说没有妹子漂亮test 为什么没有了 就是因为什么 这个名字空间把上面那个覆盖掉了 对吧 所以定义多个名字空间的时候 以最后一个为主 看一下 所以没有必要连续定义多个吧 定义多个名字空间 空间 以最后一个为主 是不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下面现在把所有妹子漂亮 这会儿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哈喽 World 这会儿也改成 Hello World 这个前缀对不对 这会儿再改成 Hello World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明 第二个将第一个给覆盖的 对吧 当然了这里边指的同一个文件 覆盖 同一个文件中 声明的多名空间 并不是指连续声明 因为连续声明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它这里边指的什么呢 声明一个 下边写这代码 再声明一个 下边再写这代码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提下来 你看 妹子 漂亮 假如说我写在这个后边之后 看到了 写在这下面之后 然后我在这块再写一个 比如说再定义一个 常量 比如说叫做BBB 等于2 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 上边的代码还出不出错 是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那下面在调用的时候 我得怎么调用啊 在边 是不是得是 直接调用BBB 输出一个这个常量 BBB 对不对 然后再怎么办呢 再输出 妹子 漂亮 这个斜杠当然是很有争议的 比如在Mac系统里边 苹果系统里边 一般这个符号是不好敲的 但是现在版本就要用这个了 咱们只有忍着用这个分割符号 在家里边和西家家里边是用点 作为这个名字空间的前辈的那个分割符了 然后BBB 谢谢 这块少了一个什么 几个 然后这块块下好了 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了 那我在下边 我能不能访问到上边呢 比如说 我再把这个常量 因为你莫 匿名的是不行了 对不对 匿名空间是不行了 那加上这个呢 可不可以呢 看一下 这就可以了对不对 因为匿名的是是不是跟最近的命名的名字空间 是不是为主啊对吧 嗯 这就是咱们说的在一个文件多声明多个名字空间 对吧 简单 不建议使用这种语法在单个文件中定义多个名字空间 如果在什么 在单个文件中定义多名的空间的话 建议使用大括号 什么大括号呢 比如说 扩起来 什么叫扩起来呢 这不是名字空间吗 加个大括号 一直到这个名字空间 大括号结束 看看了 就像下边代码一样 啊 这个大括号没有翻行啊 对吧 然后这个名字空间 加大括号 这边 再包起来 这样的话就能很明显的看出什么呀 上面都锁定一下 对 区分它是哪个名字空间下的 或者说 咱们如果按目录好理解的话 就可以说是哪个目录下的对不对 看这样 我用大块一扩起来 是不是更清晰代码啊 结果更好 来我们预订一下 是没问题的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呢 如果非得在 一个文件下定义多名的空间 建议使用这种大块扩起来 对吧 那他下面又介绍了一些实际的应用 比如说 在实际的实践中 非常不提倡的同样定义名字空间 对不对 这话咱们 我这个也给大家这句话 加到什么 这个作为了解的内容 加到这个地方 这是不提倡的 但是一些老项目改成新的版本之后 对吧 也会有这样的发生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方式用于多个P2P脚本合并在同一个文件中的时候 对吧 你该把这合并在同一个文件中是不是有多个名字空间呢 对不对 用这种方法去做 另外将全局变量 全局的非命令空间中的代码 余命令空间代码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只能使用大括号的语法 什么叫全局 这个呢 什么叫全局的 比如说 像这里边 举个例子 像30star代码 或者这些代码 对不对 直接用一个匿名字的名字空间 里边包含的就是全局的这个代码 就是全局代码 直接这样 比如说 我想调用全局的一些函数 或者什么东西对不对 直接name space 直接大括号 看到了 比如这里边 掉一个VR 像是DOMP 这里边 掉一个 一百 我们看下结果 是不是就有整形的一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直接掉的话 是本名空间里边没有 对不对 当然没有的话 它会自动往上级去找 对对吧 嗯 你看 加鞋盖 就可以也去找全局的 前面都说过 就在 是不是一样效果 嗯 就有个默认的渠道 但是呢 如果有大括号这种名字空间的话 在大括号之外的代码 有个括号外边代码 我放上一个A等于10 一个变量 可不可以呢 看一下 是不是就出错了 所以 在同一个文件中 多个名字空间的时候 怎么办 这块 记住 不要 不要 在 大括号 对 括号 外部 加 任何 代码 这是不允许的 知道吗 嗯 既然你加多个 当然这个不提倡 大家只了解就行了 别那么写 对不对 如果写的话 你要记住 大括号扩起来 但大括号扩起来 里边 别加任何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其他的呢 除了这条语句之外 命令空间外 不能有任何代码 这个刚才能说过了 对不对 嗯 然后看一下使用的基础 使用的基础呢 没什么 就是怎么去用这个 怎么去掉 对不对 那这里边呢 那这里边呢 涉及到的一些名词 其实咱们前面一纸 是不是声明了 也使用了 对不对 其实这刚才说完了 但是呢 有一些名词 大家要记住 对吧 咱一说用目录理解 这里边也介绍了一些 目录理解 你看这里边有什么 非限定名称 对吧 限定名称 还有完全限定名称 这是怎么来的 我们可以看 往后看 这几个名词啊 再看一下后边 你看 这个名称解析的一个规则 看到这了吗 什么叫做非限定名称了 就是名称中不包含命令空间 封歌符的标识 听懂吧 就不包含任何标识 是咱们第一个写的例子 就是直接写的那个 对吧 默认的这种情况 就是这样 前面在标识吗 没有标识对不对 没有标识的就是什么 名称空间呢 对 就是非限定性的 就是这个词 非限定性的对不对 那没有标识的非限定性的 是不是就默认是当前名字空间下的 对吧 这个限定性的名称指的什么呢 就是在名字空间中 有这样符号包含的 对吧 刚前边你看 是不是哈罗和莫的中间 有一个这个 对不对 那如果不加前边这个最前面的斜线的话 那是不是也是找当前名字空间下边的哈罗和莫的下边这个 这能理解吧 那如果加上这个斜线的话 又多了一个名称 叫做完全限定名称 那上面两个相当于咱们所说的相对目录 下边的意思相当于什么 绝对目录 就这意思 对吧 那下面也有一些名词 名称解析的一些规则 刚才咱们都已经说了 对不对 什么相对的绝对的 就不细节看了 那咱们再回过来 基础的应用 咱们前边已经不是这个基础应用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手这 什么是非限定名称 什么是限定名称 什么是完全限定名称 对不对 咱们这个都做过实验了 对吧 好 这些关系呢 咱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对吧 这节课咱们只了解一下 在同一个文件里边 是否适合声明多个名字空间 听懂吧 当然是不适合的 但是语法有这样的知识 咱们看别人代码的时候 合并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事情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